任宋勇 三十岁 各位老板好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阿任 阿任是我的艺名 我的真名叫任宋勇 我是一名音乐唱作人 来到菲尼莫说舞台上 我要找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你 阿任 任宋勇 一名叫阿任 你的这个造型和这个感觉挺独特的 平时有人拿你这个说事吗 有 多吗 不少 你介意吗 我介意 为啥呢 因为就这样了 心态倒是挺好 如果说他接受不了我这样的话 那可能跟我这个玩这个音乐的圈子有一定关系吧 玩音乐多久了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计算机专业毕业 但是我看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打工 对 来到北京之后挣钱 然后做音乐 那你当时来北京 是先打工 边打工边找音乐的机会吗 对 我是先来到北京之后 我先带着我的这个写的歌 然后去找唱片公司去投稿 就是拼拼地被退港 就没人要你的 然后我就 你的生存呢 对 就是为了先能够在北京待下来 找一份管吃管住的工作 就是我找了这个餐厅 然后就开始打工 然后每个月挣了钱攒几个月 然后去自费去出歌 自费出歌 对 到目前为止一共出了多少首歌 到目前我自己出的有二十首 二十首歌 然后又给别人写了很多的歌 那个阿任这边 你那个歌什么幸福是什么 我的心不会再给你 这都是你写的是吗 对 都是我自己写的 作词作曲都是自己 对 词曲编 那我有一个挺不好意思的问题 因为 小叶 在我理解里来 这个作词 当然的人都可以创作 但是他是想把词写得非常漂亮 可能是一个需要你大量阅读和学习的事 但我看你的学历是这个中专学历 然后你通过什么去学习和进行创作和表达的呢 我写的这个灵感来源于就是对生活的 第一是我自己的感受 再一个就是旁边朋友的感受 就是观察 然后去生活的这种给我的一些生活反馈我的东西 你有专业的在音乐学院学习过吗 或者跟过一个师傅吗 我有在那个山东有一个私人的学校读了两年 和音乐有关吗 我就学着唱 学着唱 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去的呢 追星 我是喜欢一个名称叫胡彦斌 你喜欢胡彦斌 对 特别欣赏他的那种才华 他也是就自己写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可以可能成为他 然后可以自己写歌 写歌然后就 那时候就迷恋上唱歌了 那时候正在读技研究专业 然后就是没有心事去学习了 我就跟家里说 我说我可能不想读了 那时候正在读职高高一 然后他就说 你不读学音乐 那时候农村的话 就是你可能就不务正业 就反对的 然后后来我就拿我写的歌词 去给他们看 看完之后 我把那句 写的还信吧 就这样 就是抱着去世事的态度 然后就去了那个学校之后 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吧 这费用也不少吧 你家里能承受得了吗 那时候 两年的学费是九千八 然后就是家里 凑的钱给我去读的这个 说说这段经历吧 这段经历 那就说说吧 其实我最不愿意提的 就是这段经历 就是我到了那个学校之后 学校的张老师就说 如果读的话 就是要交学费 然后就是你可以在学校 留七天的这个 像培训一样 然后我爸的意思 当时他跟我说 就是咱回去吧 就不读了 因为要交九千多 一万块钱 那时候就对他们很贵 然后我就说 我想留下来 我想去学习一下 我爸也就 他也可能不好意思 再当着老师的面 就说哎呀 咱不学 咱拿不起这个钱 就回去吧 我就留下来 然后我爸就 那时候很晚了 他就往家走 那时候山东到河北的话 晚上没车了 我爸 这是我 后来我妈给我说的 她说那天晚上 你爸连旅店都没有 没有敢去住 那时候还夏天嘛 就是八月多分 他就在街上 就住了一晚上 跪在室外 对 他就在看别人 在跳广场舞 看到有十二点 他就觉得 再有四点个钟 天就亮了嘛 就不住店了 住店花几十块钱 回去赶紧给我 去抽这个学费 去学音乐 你是事后多久 才知道这九千八 学费的来历 我读了一年之后 第二年的时候 什么原因 什么背景下知道了呢 我前半年是 认认真正地学了半年 后来就是一笑嘛 就谈了一个对象 可能就不这么爱学了 然后就我妈就说 你可得好好学 你知道这些钱 你爸怎么给你弄的吗 就这样我才知道 这件事情 当时就是 心里酸酸的 你当时知道 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有跟你爸说什么吗 我没有跟他说 我跟我爸的交际 就是很少 最多的要就是 我写了每一首歌 我先给他 就把歌曲做出来 录完唱片之后 先给他听 他也就是 他从小也爱音乐 可能我这个爱音乐的心嘛 这个基因可能 也受他的一部分 对 受他影响 然后他觉得 这首歌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可以发了 所以说啊 我们希望所有的 在校学习的同学们 都应该珍惜 在学校学习的宝贵时光 毕竟父母 供孩子上学挺不容易 是吧 那你上学的时候 有打工吗 用你的专业 去换一点现金 而且你还谈了女朋友 在那两年当中 我没有去 然后毕业之后 我就去酒吧唱歌 然后去跑这种路演 比如说超市开业啊 演艺场 给你一百块钱 就那样就去演 我看2012年 发行首张 个人EP 是吧 对 这是第一次 在音乐圈子里 有小小的成绩吗 对 我第一次发 发自己的歌 说说这段经历吧 大概就是 那个拿着自己作品 找成绵公司嘛 最开始是别人都不要 只能自费 那我就自己花钱吧 我就自费 就打工挣钱 然后去 那第一首歌 我制作费是八千块钱 然后就出了这首歌 出完之后 以为出了歌之后 你就成明星了 就有演出了 通告拍得很满 不以为然 然后就是 什么都没有 我还得继续去打工 继续去 去那个挣钱 挣钱再出歌 就打几个月工 挣几千块钱 OK 制作费又没了 没了又怎么样 再去打工 直到2013年 那个 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老板 之前我 给他发过那个简历嘛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会写歌 然后那个 我这写了一首词 然后你能不能做个曲 我说行 然后我就把这首小羊做完 做完之后 我就给他发过去 他一定不错 从那以后 他给我排了几场演出 你这个主题 走了一个巡演 从那以后 我才慢慢有了 这样的舞台去演出 听完了你的故事 阿人 我现在特别想为你点赞 因为其实对于他 这样真的叫做 没有伞的孩子 就是自己在努力奔跑 我当时觉得 特别的感动 不过呢 我还想问一个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现状如何 现状 整体来说 还算抽合 不能说很理想 就是我比较担心 你现在是单打独斗 还是说自己有一个团队 或者工作室 这样的机构组织 我有一个团队 但团队并不是说 很固定的 多少人 有十个人 十个人 对 我们就是有活了 比如说我接一个 电影的配乐 一个企业歌曲的编曲 那我们这帮人 大家一块干 你现在收入情况怎么样 我收入 这个得看我的歌 能卖多少 你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上个月卖出去四首歌 赚了多少钱 我现在一首歌 卖就是五千 上个月是两万 对 行吧 你今天来找的是一个 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对 是吧 然后你有意向企业吗 肯定就是刘群的 无忧传媒 期望薪酬是多少 每个月至少在一万吧 来吧 第一环节 企业家们做出选择 好的 安任 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还有四盏灯 为你留下 了吗 以上